好 那現在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就歡迎我們仁愛國中 鍾寧生 宗主長 麻煩各位雙手給掌聲鼓勵 然後楊老師長官在座與會的嘉賓 大家快午安了 辛苦了 這應該是國中場的最後一位分享 因為我上午還有一些公務 所以就 我知道我知道壓手是你 就是 事實上其實嘗試VR來融入 國文科的教學一直在 嘗試跟學習當中 因為孩子們對於這些新的 科技產品跟設備 其實我們要相信孩子的學習能力呢 絕對是比我們來得更優秀 更優質 那我在上個禮拜 5月25號的時候呢 借用這個HTC Wife的 VR的眼鏡跟故宮的一個軟體 做一個結合 幫我們9年級剛會考完的同學 做了一個書法課程 跟VR這個 的一個結合的一個書法教學 那在說明這個 成果的這個PPT的時候呢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 因為在國文教學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今年是我教書的第16年 所以事實上在教書法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覺得喔 各種字體草書是最難教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草書其實呢 有它的精神意境跟 筆者本身的生活態度 那它呈現出來的呢 已經是在書法寫字上面最高的一個境界 所以基本上孩子大概都可以體會 草書的那種狂放啊跟那種隨性 任意的任隨著這個筆者的這個生活呢 去做一個流動 所以我想在這樣子的一個時間點 尤其接近畢業還有一段時間 那這麼好的一個這個設備跟這個軟體 我就想說那試試看 那讓孩子來體驗一下 當初老師在上書法教學的時候 這一塊孩子永遠覺得 確實很難理解 但是都要靠著自己的想像 去告訴自己說 懷蘇的狂草就是狂啊 哪裡狂呢 喜歡這個字 但不知其所以然 當天呢 我們是 因為在我們校 我們先請林校長呢 用書法來做一個開筆 這個也很有趣 其實這幅圖現在就在現場 我稱它為圖 事實上它是書法 那因為孩子後來 他也就在這個情境裡頭做分組教學 其實我是很常在這個地方上課的 就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分組情境的教學 除了當天與會的這個 不管是來賓啊 還有就是 孩子在體驗的時候 我就問孩子 我說 你在這個裡面看到什麼 在這個 這是書法喔 其實它結合了很多 因為龍 我們當天要做的一個草書練習 也就是龍形的字 因為龍形是白獸圖嘛 所以它其實結合了各種不同的獸 然後它某某一些部分 像我們看到龍頭其實是鹿角 龍眼其實是兔眼 龍的蛇呢 其實是虎蛇般的有力 而龍身呢其實是蛇形的一個呈現 那龍的那個背景呢 其實它包含有馬蹤的部分 以及它身上的鱗片是魚鱗的這樣的排比 那所以呢 基本上這樣的龍形呢 不只讓孩子知道說 我們是龍的傳人 我們接下來今天上的草書 他們有多麼 它這個字體呢有多麼的 有那個精神跟意境在裡面 所以當校長幫我們做了一個開比之後呢 我就因為這裡頭有當天上課的一個實況 所以上面是我上課授課的PPT 我大概跟他們講一下說 我們過往其實在上這個草書的時候 我們曾經講過草書分成三種 張草金草跟這個狂草 它怎麼樣做一個區變 這還是必須幫孩子做一個複習跟呈現 那孩子們呢 因為我做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其實大家只要有那個 就是智慧型手機 再結合那個Carbon的東西就可以 可以去看得到一些VR的體驗 其實不瞞各位說 其實那個東西雖然不能看太久 可是我偶爾也是會讓我自己的兩個孩子呢 嘗試一下 對就是因為我們會在孩子身上發現就是說 孩子他在學習的起始點喔 他們其實是視覺型的孩子 對 那他在看 他是操作的視覺的 當他在看到那些影片的時候 他那個動機就出來了 那怎麼給予正確的知識跟學習 那就是老師的責任 但是動機點如果可以帶出來的話 那後面的學習他就會應該會是有趣的 所以 一開始我除了做介紹之外呢 可能就讓他們開始呢 在手機的部分呢 去做一個結合 然後這是當天寫出來的一個狀況 也在直接在現場 那我想我就先讓孩子還沒有體驗的時候 先稍微跟他們說一下 一般來說呢 草書有什麼樣的這個神韻啊 跟他的這個跌宕的一個情形 跟孩子們在做一個分享 那事實上 我自己要上這堂課之前呢 我有實作過 待會可能大家在照片上可以看到 就實作就是 因為他這個故宮的這個軟體 他是我們必須要透過實作去把 按照那個筆順 去把龍形的那個字 去把龍那個字寫出來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喔 那個 一板一眼的孩子 包含其實我自己我都問孩子說 你們猜我寫了多久 我說老師寫了快一堂課 奇怪 那個字就是浮不出來 可是很多孩子他來 他看到了那個筆畫 他就跟著那個筆畫去走 身體跟著那個律動 很快的他就寫出來了 其實對孩子來說 這是一種操作的成就感 那他也從中體驗到其實書法的律動美 所以 剛開始我就是這樣做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介紹 那事實上這個體驗的部分 是我在我自己在課前做準備的時候 的一個一個實況 那因為這一次的這個課程內容呢 其實是以懷術的狂潮來做一個 主要的課程 那他裡頭的那個字訊帖 其實也是他的自傳 也是他畢生的一個一個 生活的一個寫照 那孩子呢先 這是兩個部分 他們是先透過卡布尼眼鏡去下載一個APP 叫做 在後面這個部分 叫做自序心境 他們會先下載這樣的一個APP 那呈現出來就是這樣的圖樣 他們先下來出來先看 先看過 所以其實 我們大概手機也都可以下載到這個 下載到這個免費的APP 然後搭配上那個卡布尼眼鏡 他其實裡面我覺得 這樣子的上課方式有一個特色就是 孩子除了在體驗之外 因為他後面還搭配了舞者的身體律動 那我們知道在2002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林懷銘老師的雲門裡面 也做過一個行草的一個表演 那裡頭就是針對了各種不同的書法字體 去做一個身體上的律動 那我想 這個部分呢 其實孩子在看這個 這個VR那個APP的那個 內容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還能夠同時身歷其境的去體驗到說 那個背後的音樂跟舞者的那個肢體 肢體的一個呈現 究竟結合我在這個草書上的認識 有什麼樣的可以相結合的地方 或是有什麼樣的差異這樣子 所以起初他們是做這樣的一個練習 那之後呢 他們才是實際去體驗去寫 這個我們當天開了兩台的這個機子在這邊 實際去體驗寫這個籠字 那有些孩子是有寫出來的 可是有些孩子可能試了 嘗試了一個半天 那個字型就是始終沒有辦法呈現出來 可是在這樣的實作的過程當中呢 他們心裡面就會有一些感受了 那待會才會配合我的學習單去進行 這樣一堂課程的反思跟他們所能夠認知的東西 所以除了給概念的一個釐清之外呢 什麼樣的草書什麼樣的這個 它的特色跟它的書寫的這個筆釋筆法之外呢 我們怎麼讓孩子體驗 就是我覺得課程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那我的學習單裡面呢包含幾個問題 一開始就是我會問他們說 你們透過卡蹦的眼鏡呢 在看這個自序新進的這個APP的那個內容當中 你得到什麼樣的感受跟感動 你自己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那 你搭配上這個Wife的這個實作 大家可能看到不是那麼樣的清楚 它浮現出來那個黑色字體就是孩子透過實作的時候 那個字型就會就可以寫得出來 有些是很快就可以看得到顯現出來立體的字體 那甚至有些孩子其實他上國文課的時候 他未必是很投入的 可是他今天發現我可以實作 我可以親自來嘗試一下 所以我是先從這個我們平常看到的平面 到搭配上卡蹦的眼鏡 再結合HTC Wife這一套設備 讓他們漸進式的去體驗草書 它給我們的感受 跟我們看到何以為狂這樣子的那個概念 去做一個一步一步的一個引導這樣子 那當然呢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他們也不是只是體驗完完完就可以了 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看完 因為這個影片呢如果說 因為那個楊老師有特別講 也歡迎余慧的嘉賓也可以去 親自去做一個這個體驗跟實作 我們會在除了去實作這個字之外 它背後其實也還是有一些意境可以去體會的 我就問孩子說請問我們今天寫的是什麼字 其實什麼都有 當年有孩子說孔 有人說什麼 有人說孔 有人說 說船 什麼字都有喔 還有說孫 兒孫的孫 我事實上它就是龍這個字 我們的繁體字它筆畫是很多的 可是我們在體驗草書的時候它是一筆 最後那個點 點金的部分 它就成功的 那在裡頭呢 有這麼一個詩句就是形容 形容這個懷速的草書的一個特色 我也讓他們去寫說 你們看到了什麼 在這麼快速的影片當中 你不是匆匆的結束 我們希望透過VR結合這個書法教學 不是只是體驗它的樂趣跟聲光效果 更要能夠留下一些什麼 在你的書法學習過程當中 尤其你能夠透過這樣的影片 對於書法進一步的認識的同時 應該要能夠感受到它奔舌走毀的那個氣勢 那我想隨著那個五者的肢體擺動 跟虛擬龍型的變化 我感受到的硬性是什麼 還是能寫出來的東西 又跟先前不一樣 又跟先前不一樣 所以他們結合這個學習單子書寫的這個過程呢 我最後再做一個統整就是說 我們今天上完這堂課 你把草書的字型呢 去做一個重新的一個 翻轉的一個 其實也沒有翻轉 我們還是一樣這樣去學習這個草書 可是你今天透過這樣一堂課的方式 有沒有更深入的體驗到 它草書的這個特色是什麼 那我們發現到它是連綿流動的 因為它是筆隨意走 筆即便斷了 它的意還是會連在一起的 它是動靜自如的 不管是在影片當中 或是在字體的書寫 它體驗的過程當中 那它是自視放縱的 就為了結合我們的筆走龍蛇的一個概念 那最後呢 它是豪邁奔放的 孩子是不是有能夠點出這樣的點來 那我想是我這一整堂課呢 操作下來 我最希望能夠在這樣的這個 資訊設備裡面 給孩子不同的一些思維跟一些想法 所以這大概是我這一堂課 操作下來的一個心得 那事實上 我再最後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說 我利用VR來上課呢 其實這個是第二次 這個只是第二次而已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第一句話 我就說我是不斷在嘗試學習 跟在那個錯誤 或甚至是不足的地方 不斷地在求精進 因為第一次實作的時候 我是用邪警教學去跟VR的東西做融入 可是當時我沒有這麼 比較那個Wife的設備 我是用Carbon的眼鏡透過街景服務 讓孩子找一個點 然後邪警 不要太多 三百個 三百個可以 孩子一堂課可以操作出來 而且我們也可以很快做分享 那一次有這樣子 這個故宮的app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太棒了 我們再來做結合 再進一步試試看 所以我想我的分享到這邊就是說 我仍然在嘗試創新 繼續去做學習 那如果說大家有任何的指教 或是我可以在精進的地方 都可以再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